作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这是我小时候曾来钓鱼的地方 虽然现在因为江湖说真的退化 使我逐渐行动不方便 必须仰赖四脚驻步车行走 在海边享受着海风吹拂 她是林子齐 在宪盛退伍后 正为着前途努力打拼之际 却被医生诊断出小脑萎缩症 面对着无药可医的重症 以及感受到日渐衰败 不受控制的身体 内心充满着彷徨无助 因为我们的肌肉会慢慢萎缩 然后骨骼也会慢慢退化 就是它会随着时间的进展 然后渐进的可能需要仰赖轮椅 然后到最后就可能腾瘫在床上 疾病的打击让林子齐曾经轻生 但是在五房教会的牧者长期关怀 以及在基督信仰里得到教导鼓励 让他重新对生命有所领悟 并且透过环岛旅行 像同为罕见疾病的病友们 分享自己克服困境的心路历程 朋友 子齐子齐的团兆 就是要把你们给你的这份爱 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我们一起加油 生气祝福你们 朋友们你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真情部落格 今天我们的来宾 三十多岁 正直壮年 但是因为他小脑萎缩症的关系 所以生活上是蛮受到影响的 甚至也没有办法工作 可是他很勇敢 他已经完成了四次的环岛旅行了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 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生命故事 欢迎子齐 你好 主持人 各位观照朋友 大家好 今天陪同一起来的是林牧师 牧师你好 牧师 子齐的病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在二十七岁的时候 念了一二砖的时候发现的 现在是三十四 对不对 现在三十四 所以差不多七年的时间了 是 目前子齐的状况大概是怎么样 因为我现在都要使用推车 才能够协助我行走 可是由于品感不好 所以即使有使用推车 也是会左右摇晃快跌倒的样子 然后就是很容易疲累 很容易疲累 是 讲话上听起来也会比较 需要花更大的力气 对 所以今天牧师陪着一起来 是 很不容易耶 虽然这样子还四次还到 很厉害 真的 不过牧师就你的了解 帮我们先 让我们先多一点认识 所谓的小脑萎缩者 因为我们一般知道小脑就是比较控制 中枢神经 对 是一个很重要的构造 那它的功能呢 特别是照顾运动神经 它的那个协调 对 还有就是肌肉张力的那个调节 那特别就是步伐走路跟那个姿势的那个控制力 那它一旦如果这个病变了以后 你就会发现就刚刚子齐说的 它就会好像在喝酒的一样喝醉酒那种摇摇晃晃的 那个感觉 就是运动神经的那个平衡点就会失去了 对 那也有很多小小的开始会有一点病变出来 例如说 有时候就像 如果胎内就像名侦探科兰一样 就陷入沉睡状态 完全都怎么叫 叫不起来 就是不容易叫醒 或者睡特别久 对 就像一颗电池没有电力 这一般是要怎么医治 就是是靠吃药控制呢还是 这样的疾病在目前医疗上是没有药物可以治疗 就是可能要靠附近然后延管它疾病的恶化 就只能够靠控制 没有办法治疗它 没有办法治愈它 对 目前没有什么样的医疗 牧师认识子琪是因为子琪是会友吗 没有 不是 不是 是因为他有一次发生了车祸 那其实还没有车祸之前 就是有一个政治的医师 就讲说为几个好朋友为他准备的生日 这样 就是要来关心 然后鼓励子琪能够克服这样疾病的阴满 OK 那个时候牧师你是说 因为这位正医师的关系 那你知道子琪的状况 对 认识了子琪 就是知道他发生了车祸 住在医院里头 那出院了以后呢 我们就去探望他 起先认识他的时候 他不让我们进去 他就是在门口 在家门口 那之后才会 之后久一点的时候 趁着他还没有出来的时候 我们赶快偷跑进去 这怎么会是 一直好像感觉 他不让我们进去的感觉 之后才发现 原来住的房子 是非常的 因为我们 我们家是 已经有五六十年的 老房子了 对 然后就是 已经可以说是 家族撕壁了 那墙壁都已经剥落 对 然后因为那床都是 以前木头造的 所以 已经快踏心的感觉 而且有时候就 有时候可能有那种 老鼠啊什么都爬上去 对 对 所以卫生环境也不是太好 所以也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可能 从小内心就自卑 所以小时候就在那样子环境长的吗 对 爸爸妈妈呢 我的父亲在我三岁时候 就车祸过世了 那母亲就在一个月 就是我父亲车祸过一个月 然后就选择改嫁他了 从小就是我爷爷 把我跟我妹妹父亲长大 那爷爷奶奶他们的工作状况 他要养你们两个小孙子这样子 是 他们就是长到外地 比如说高雄台南的海边去捕捉螃蟹 捕捉螃蟹啊 对 回来转卖 然后就靠这样的经济能力 然后帮我们父亲长大这样 所以这个收入一定不多的 对 但是很辛苦 是 所以他们有时候一出去 就是他们两个一起出去了 是 有时候出去就是整 整天 对 刚刚你们在屏东 他们有时候要去高雄 她说要去台南 是 那你跟妹妹年纪都很少 他们两个不在的时候 你们谁照顾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成长过程 所以我从小就很独立 可能就是我爷爷奶奶他们去 去外面工作的时候 去外面工作的时候 我就可能要自己煮饭啊 自己吃饭 是去外面买 买花来吃这样 他们会帮你留一点什么东西 先煮好放在家里 比如说我常 煮一锅那个乳酪 煮一锅乳酪 对 就是可能 锅红烧肉就可能烫一整个月这样 一整个月就吃那个红烧肉 对 那有时候有可能一碗白饭就加糖水 然后就这样一餐 会不会因为这样子有时候 长大一点去上学的时候 面对同学都会觉得 我们家怎么跟同学都很不一样这样 在我幼稚圆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还小嘛 很懵懂 所以不知道自己身边没有父亲母亲 那是到进入小学的时候 可能就是同学之间会开玩笑嘛 然后打闹之后我才知道说 原来在世界上还有父亲母亲这样的角色 那有时候像如果做文科啊 要学我的母亲 我的父亲 我都不知道如何下笔 我从小就是可能因为成长过程 然后家庭环境就很自卑 然后就像刚讲我家比较老旧嘛 我就不想让同学知道我家住在哪里 可是偏偏就是我家却是在十字路口 很明显 所以你会刻意要跟同学保持距离吗 对 我那时候就是算蛮封闭自己的 可能到学校一整天没有超过十句话 很安静 对 也不想让人家知道你们家里的状况 是 可是你很认真念书 我听说 是 我在国小毕业的时候是信仰奖的 所以 县长奖 对 县长奖第一名是不是 对 屏东县第一名 很多关心我的老师或是走务邻居 从小看到大的就对我期望很高 感觉你是这个家唯一的希望 就是会念书一般在过去就觉得说 念书就没有问题了以后可以脱离像这样的环境 高中也考得不错 对 我高中就那时候是我们是末代领考 那我就考到国立屏东高中 第一支院 在屏东第一支院 是 但是当其实差点不能入学 因为当爷爷收到第一学期的学费当的时候 是他跟自己说是没办法付 家里的经历就没办法付出这笔学费的 可是国立的屏东高中吗 公立学校吗 可是第一学期因为有服装 服装的费用 就比较高一点 是 他说付不出来这个学费 那时候是由于从小关心我到大的左邻居 然后知道了就每个人一千两千张抽出来 我才可以顺利的入学 所以这间有好邻居 真的非常好 所以这样才能够顺利去屏东高中念书 对 那之后在高中三年的期间 就像从小到大 不管是国小国中的阶段 都是靠政府的补助 然后还有社会团体 还有学校的帮助 才能够完成高中学业 我就想说 家里没有经济来源 所以就选择先暂时去工作 然后一段时间之后就进入军女生涯 当兵 对 你那时候身体状况可以 对 我那时候身体很强壮 所以在信兵训练的时候 就被拣选进入宪兵的训练 你还信兵耶 是 宪兵要特别挑的嘛 是 所以那时候真的身体状况都感觉起来就是很健康 是 那特别之后就想说 因为我高中是读文组的 没有什么专场 所以那时候就想说 要去研读电脑相关方面的文输出人力 所以就进入了一二专就读 我就没有去念大学了 就选择记者这一条路了 是 其实在读二专的时候 已经有同学发现自己走路会左右摇望 然后不协调 然后很像喝醉酒一样 对 那同学对你说的时候 你有觉得自己不大对劲吗 那时候可能 因为我那时候是半工半徒嘛 是 所以想说可能自己太累了 对 后来有没有更多的状况才警觉 好像应该要去看一下医生 那是在八八风灾的前一个礼拜 那我发生车祸了 那时候去医院急诊嘛 那医生会求慎重起见 所以有照脑部的测光 医生已经有跟我说我的小脑有违作的迹象 那医生那时候跟你讲的时候你有觉得事情的严重性吗 像我说正在大部分人都还不是很了解 所以包括我本身对这样的疾病也是一致半截的 没有去特别在意 那是到车祸两年多之后 就是我可能骑车就会常跌倒 莫名的跌倒 然后走路也很容易走偏调 没办法像人家酒车一样要走直线嘛 那我就可能就常走偏调 所以就去上网搜寻了相关治疗 那也看到日剧的一公升的眼泪这部影片 然后我才发现自己的症状跟居重如脚一样 所以那时候才想自己也可能离开你这样的疾病 爷爷有发现你的身体有异状吗 就在爸爸风载的时候 因为我们家已经半层楼高 所以爷爷就请我跟他一起把那冰箱搬高 可是我搬冰箱的时候已经没有滴了 就可能就是整个人都跌倒 是 那时候爷爷就有骂我 那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对 爷爷骂你说你怎么年纪这么轻 我也是老人家 怎么可能没力气 对 爷爷后来知道子齐的状况吗 知道 那爷爷有什么反应吗 他对于这个疾病他有什么认识吗 还是知道但是不认识他 所以还是觉得就是生病了 那到底是出什么状况 其实他也没有那么样的清楚 就知道这个孩子好像不太一样 所以有时候他到底心里头怎么想的 你也不是太清楚 但是我觉得从他的眼神里面看出 他有很多的问号 因为外表看不出来 那时候是过年 我已经三天没有离开家里了 所以他们就觉得奇怪 怎么这个小孩子怎么 这么久都没看到人 所以他们就去我的房间 去敲门 然后都没有回应 所以他们就把门踹开 然后就看到我的上吊 好像这样子 太简陋了 而且晚上睡觉没有棉被 那个衣服也没有多少衣服 他说那个大水灾 下大雨大水灾淹起来了 这里几乎没有在淹水 那次淹得很大 八八风灾那一次 那棉被就被流走了 那衣服也都不见了 所以他就没有了 所以那个时候我的感觉就是 哇 没有依靠 人类别就有没有设置 有没有资产就对了 想到有资产的行为 不及时都没有了 电的那里就没电了 就没电了 他去敲门就没电了 就像检检在桌上 如果要煮 我就跟所有人家 跟我们的朋友说 不要紧 好 赞助一下 其实有时候这样头碗 真的蛮累的 如果不想动 我会渐渐的就不能动 对 在贫困 以及缺乏亲人陪伴下沉 长的林子琪 在长大后 又要面对小脑萎缩症的打击 长期处在艰难的环境中 也让他身心俱疲 他有许多是 有时候父母亲没有在身旁 教导 然后又没有在抚养他 有时候心里面的一些 会比较难过 我们有时候会鼓励他说 紫琪 其实你经历这种状况的话 不是只有你一位 有许许多多的一些孤儿 也是会的 可是他就 刚开始他会害怕 他不太敢接受人家的一些帮助 不过紫琪你刚开始知道生病的时候 那时候因为才二十几岁嘛 是 你有没有因为这样子工作 受到很大影响 最后只好很挫折的 然后没有办法继续做 因为我们的症状就是可能 像要拿这个茶杯 可能就没办法去很精准地拿起来 然后也手也会发抖 我有一次去超商的时候 就有朋友说 你看起来好好的 怎么不去工作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很受伤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很受伤 那我也想去 积极地去找工作 那时候我找到一份工作 要去补货的时候 就把那东西摔坏了 所以心里就想说 可能我还没赚到钱 可能就要赔人家很多了 所以我最后就选择说 只能靠政府的补助 然后就节省用这样 你到后来因为你也上网去查了 然后你说你看了那个日炬公司的眼泪 发现天哪这病这么厉害 你心里头的那个打击跟 我刚开始知道了 很难接受 那时候就想说 小时候已经这样辛苦的走过来 那看到剧重女主角 他整个疾病的变化过程 然后就想不想去面对 又觉得很失望 那时候感觉说 如果是电影来演的 也不可能演 就像炎子棋的人生 就是原本已经在低谷了 这样还要更低谷下去 所以那时候就 想用结束生命的方式 去逃避这样的事实 所以后来一队还想结束生命 不过想要结束生命之前 有比较积极地想要去找医生 确认你的状况吗 没有 家庭经济的状况非常的不好 因为就是父母亲也没有了 那就是靠爷爷奶奶 单薄的那个捕鱼 然后捉了螃蟹 那这样子的经济 对他来说可能会有 经济上面可能会有很大的困难 那他又不喜欢麻烦别人 那在这个过程求学 很多都是邻居给的资助款 还有政府的补助 其实子齐他不太喜欢有这样子 所以他就算了 就算了 就算了 所以后来才会非常沮丧 你说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吗 你真的有去互租行动 有 其实子齐本身怕痛苦 那时候就想到用喝这酒方式 然后用散掉的方式 想要去结束这断生命 那时候刚好是过年 然后我就连续三天 然后都用同一个方式要去 第一第二次没有成功 就可能酒喝不过多 酒喝不够多 对 然后就自己爬下来睡着了 哦 那第三次就已经快要 整个人已经快要昏迷了 你就也是一样喝酒 你就喝多一点 喝多 喝比较多 也是从小很关心我的邻居 然后他就 因为我从小比较封闭自己 所以如果再躲在家里 一两天没出门 他们会认为是正常的 那时候是过年 我已经三天没有离开家里了 所以他们就觉得 奇怪怎么这个小孩子怎么 这么久都没看到人影 所以他们就去我的房间 去敲门 然后都没有回应 所以他们就把门踹开 然后就看到我的上吊椅 天啊 其实已经最后关头了 是 就是他们把我 抱下来 抱下来的时候 我已经整个人都弹轮了 那在那之后呢 然后就是在他们的关心 跟骨折之下 我就去高一检查 那因为像我收证 他要确诊要做很多 比较精密的 比较精密的 对 所以 而且 从我家到高雄的路程又很远 所以那时候医生就建议我说 要在那边住院 然后把这样的警察都做完 才能够确诊是不是敌患 这样想让我收证 所以你住了大概多久时间 我住了11天 11天 那时候爷爷想去医院看我 可是我就想说他年纪这么大了 那路途也那么遥远 所以我那时候就拒绝他的来法 好利的照顾 对 可是心里头会觉得很孤单 就是这么大的一个疾病 你知道不是感冒 或者是 你说进医院有时候 隔个盲场就隔完就结束 那个是这么大的一个疾病 然后你得要一个人去面对 家人想要关心 你也觉得他们太辛苦了 其实自己头心里头是很不好受的 其实那时候在医院检查的11天里面 我们反而感觉到很温馨 反而觉得很温馨 因为那在医院里有护士啊 就是常常的来关心问候 然后也有可能隔壁床的朋友 就像我在医院就有遇到两位弟兄姐妹 他们就带领自己祷告这样 然后就给我很大的力量 因为在医院里面有院幕部 他们会到各个病房去探视 是 是 不知其 爷爷去想要照顾你以后 我觉得那其实也 也表达他爷爷对你的爱 是 然后他那种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感觉 是 以我本身来说 因为很多人不知道这样疾病的状况 而且爷爷年纪又这么大了 就像有一次我跌倒了 他要来拉我起来 我反而把他推开了 因为我怕我的状况 我如果在他拉我再跌倒的话 他会连他一起跌 对 这样反而伤害更大 所以你怕你的状况反而会拖累爷爷 是 真的也是很辛苦 那你在那医院住了11天 后来确诊 就是想到萎缩之后 医生有怎么样的建议你接下来的疗程吗 医生也是说 目前这样的疾病是没有药物去治疗 所以只能靠腹健 那像我现在就觉得说 就像圣经里面讲的 喜乐的心是良药 所以我觉得心情也很重要 就像一公升的眼泪里面 医师讲的 接受疾病是治疗的第一步 所以你首先就是了解了 知道自己有然后你接受他 是 那接下来就必须要常常跑医院治疗吗 目前 自己是选择用腹健的方式去让疾病眼管退化 哦 腹健 所以牧师像子琪平常在教会他都会 就是体能上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腹健 教会里头有种了一些花花草草 那虽然他还是推着那个住行器 但是他自己会去想办法去浇水 那这个是一种运动 那教会有许多的行政工作 那也是需要有一点体力 那还有教会有很多的接待 然后还有一些清洁的部分 他自己都会去突破一些困难 这个每一个 我们看起来好像很简单的动作 其实都是对他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复健 是 是 是 那除了要让自己多动之外 你后来好像还蛮常上网的 因为你比较困难出去跟人群接触吗 因为我从小时候就比较疯病嘛 所以有时候心里有什么也没有对象可以诉说 所以就可能借由歌词啊 或是网路跟朋友这样的聊天 然后就是可以让自己的心情得到一些抒发 就在某一天就 一位常常关闻弱势的政治人医师 他就看到我其中一篇 就是跟十几年没见面的朋友写的 我给他写了词 然后他就看到了 就为自己修饰 然后补取 他帮你补取 是 然后你写的词 就成了一首完整的一首歌这样子 我在从疾病 走出疾病的阴霾之后 那一年的六月三号 就把曲名为重生 买个蛋糕为自己祝福 那郑正宜师帮我写歌是在重生之后嘛 所以他就以关心跟鼓励的心情 要为我办重生二十岁生日 然后也发表这首歌曲 就让我们珍惜这份约 这首歌照就让我们珍惜这份约 结果没想到你出错过了 不过那一次庆生会 其实就是促成你们两个进一步 有接触的机会嘛 莫士你第一次听到子琪的故事 那时候心里头的想法是什么 心里面有一点难受 像说在没有父母亲的情况之下 那爷爷奶奶也有忙于自己的工作 那特别他的求学的过程当中 又有许多人帮助他 那他也自己经历过 他自己也很努力 非常的努力 那我想认识这个朋友 我想他一定可以帮助许许多多的人 那很单纯就是想要认识 那我们就想说他原本住的住家的环境 其实对他身体 其实是不会产生正面的 那我们就几个童工商量了以后 就想说那我们还有空间 那就经过他同意 他刚跟他谈的时候他也不愿意 你也不愿意喔 他也不愿意 为什么 是对教会觉得说有点陌生或抗拒吗 因为那时候已经 毕竟住在家里已经习惯了 要到一个末生 你可能要重新适应 而且你本来是比较封闭一些的嘛 所以牧师那时候还劝他劝很久 这很久 一直很说服他说为了身体的关系 那也能够为那个爷爷 能够分担一点照顾 那他到最后就决定点头 因为我每次环导都会做个看板 然后写说我是 当健疾病想要收症的病友 是要藉由我自己的病友的角色的体会 让更多人去认识这样的疾病 对于基督信仰也更加的想要了解 跟教会的基督徒接触了 那然后从大家彼此之间的关系 就发现 哇 那个生命里头都 都显出那种温柔啦 那和平啦 显出彼此之间的相爱 所以他从这样子就开始 逐渐逐渐的就认识这个信仰 所以有一天他说我要做基督徒了 这张照片是我第三次环导的时候 跟爷爷合照照片 还好有这张照片做经验 因为爷爷现在已经过世了 林子琪祖父母因病相继过世 然而他们过世前 疏离的祖孙关系 有了奇妙的转变 与人的互动也更加自然 子琪他靠上去 他说阿公我现在在哪里啦 在二十年 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也听到也欢迎了 后来 有一年子琪 他环导回来 给五房家做一个 一个记者招待会 我也来 我看阿公就来了 所以这个是他进步 他出去分享之后他发现 有一些人得到帮助了 那他就觉得这样子的话 即使他有那样的困难 但是他怎么样突破困难 怎么样面对他遇到的现实的问题 他就想罕见疾病的朋友 他们也落在这样的困难里面 因为他就想也许他去看他们 按照他自己的经验鼓励他们 不要落在那种 那种阴暗的心境里头 所以你原来是 原来就是一般的传统信仰 在进到教会去住之前 那牧师有怎么样很刻意 很特别的想说他住在教会 我要怎么样来传福音 没有 也没有 希望就是他的身体能够赶快好起来 那我 子齐是一个 他自己眼睛会去看 我想这份爱是火出来 可以让人家看得见的 那他就一起参加聚会 自然而然就融入在那个环境里 对 牧师跟基隆姐妹的爱 然后关心跟鼓励 然后静静就把自己的心胸放开 然后就孕育跟别人多接触 然后对话 然后也 多互动多相处 走出去这样 整个人比较开朗 是 其实他的身体状况 其实是感觉好像好起来 其实是慢慢在走下坡的 那只是他自己很努力的 一直在做复健 例如在教会做的每一个事情 其实他自己都会想得很周全 就是不增加别人的麻烦 那我看见他每一天的生活 他以笑脸对待 然后跟人的接触也开始 会打开 有人需要的时候 他就可以把 他有的他就可以跟人家分享 甚至可以分享 可以分享 虽然疾病已经会渐渐退化 可是在我还能走的时候 我要走出去 然后尽我的小小力量 做自己人做的事情 那你是怎么样规划 你每次环岛的行程呢 你的住啊 你的交通啊 其实第一次 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就是 自己的生活圈都局限在屏東县 对 所以我想趁自己在 在他还没退化到那样的程度之前 能够靠自己走出去 然后去看外面的世界 嗯 所以你大部分都是用走的 是 然后其他这种工具 就是坐火车 对 因为 客运嘛 像我说症状很容易疲累 对 所以为了自己的安全考量 所以也不能太勉强自己 对 真的 不要太勉强自己 所以走一走觉得累了 然后就坐车这样 是 我牧师他跟你说他要去环岛 我说你那时候有没有吓一大跳 压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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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就住在教会嘛 嗯 就好像要对他的家人 还有对他关心的人 要负一点责任 嗯 但是 我们曾经帮助过许许多多的 想要麻痹的朋友 肢体残障的朋友 所以原来教会事工 就有特别关怀这些朋友 对 那我们也希望 跟芷琪也是一样 因为我们没办法陪他们 24小时在一起 其实最重要是 让他们怎么样学习自己 自立自主 嗯 那既然芷琪 她有这样的想法 我觉得支持她是最重要的 那就跟芷琪讲 有一个家 不管你发生什么事情 你就是回家 嗯 那我们的双手 就永远等待你回来 不管 你跌跌撞撞的 有怎么样的情况 那最重要的是 又有人讲说 那她的经费怎么办 对啊 芷琪 再怎么样省 还是得花钱 还倒这一圈 对 教会想要帮 拿 拿出一点微薄的 她也不接收 收一点奉献也不愿意 也一点都不愿意 说服很久 到最后还是没有 对 所以你到底还 哪里来的 有这个旅行的经费啊 就 我 就是把每个月领的 政府补助 就节省 省事检佣 然后就存一下 自己存 那很感恩 就是上帝安排很多天使 都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 跟我有接触 他们是因为 发现你特别的状况 然后提供协助吗 还是 可能就是 因为我每次环导 都会做个看板 然后写说我是 肯健疾病 想要收症的病友 那我当初的用意也是 要藉由我自己的 病友的角色的体会 让更多人去认识 这样的疾病 是 所以他们看到 这样的病友 也是 应该也是 出自己关心 所以想要 他们想要我尽点力量 所以 其实 就像我说的 其实这不只是我的环导 是大家一起完成了 第一次的环导旅程 所以有的时候他们会 可以特别去招待你 是 就是可能 安排我住宿或是 安排你住宿 吃一顿午餐 然后晚餐 这样 所以你虽然是自己一个人上屋 但是不会觉得很无聊 对 然后就是 有上帝与我同在 然后也有很多朋友的关心 跟鼓励 跟协助 旅程当中总会碰到 比较困难的时候吧 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 是 印象深刻就是 就是 我那时候有从 要从台东 縣到台东市 徒步 要去 东河乡吃肉包 很远耶 是 从台东市区要到东河 是 那时候 因为我们平衡改步 然后很容易跌倒 对 然后那时候山上又下雨 然后我 就是可能 雨衣都来不及穿 全身都是的 即使穿上雨衣 因为我们 动作都要费很大力气 所以很容易 可能外面干得 里面已经湿透了 所以就继续往木包前进 往东河的方向 对 然后最后就吃到 火锅面球包子 为了吃那个包子 花了很大的功夫 对 所以吃到的时候觉得 哇 特别好吃那种感觉 对 就是 就这段过程 然后也跟大家分享说 虽然我们 在追求目标过程当中 一定有阻碍跟困难 但是如果坚持不放弃 就像自己吃到包子一样 果实是甜美的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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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你今年的环岛主题 定的是告别式 是 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定呢 就是我感觉自己的身体 已经渐渐在退化 那在这次环岛之前 那在这次环岛之前 我也特地去找了 再找一次 各自共振 医生也告诉我说 小脑是持续在萎缩的 所以我就想说 把握 剩下 就是 拥有的时间 那也是透过环岛去感恩 在前面三次环岛 曾经帮助过我的朋友 对 因为不是很缺点 接下来自己的身体状况 能不能够再这么走一趟 是 四次 莫师应该他每次出去 你心里头都 会担心他的安全 一心吊胆的 一次比一次好 一次比一次的压力就减低 因为子琪有自己的梦想 那我觉得这个梦非常好 那这个梦可以 不只是帮助子琪自己 其实她曾经陪伴过的 还有很多人关心她的这些朋友 就看着她也在成长 我想这个就是非常好的 不只是双赢 好几赢的一个旅程 真的 那也很棒 是因为她以前的家境 她就是很小 就是在屏東 在高雄这个区 因为自己的身体 没有看到自己的身体 是往下走 然后她就不做了 不是要预备什么 要很多的经费 要很多的身体的状况 她没有 她就是时间到了 她预备好了 然后她就出发 我觉得这是内心里面 很大的感动 好像表面上好像是 我们看着子琪 我们好像在陪伴子琪 其实倒觉得很多的时候 是子琪在陪伴我们 在教 在激发我们 在激发我们 对 对 不过子琪现在状况 还是会持续越来越恶化 对 你看在眼里心里头 应该是感触也是很多 对 会很舍不得 也会觉得说 下一分钟 下一秒钟 会有什么样的突发 好像她经常会跌倒 因为这一个是小脑萎缩的 可能会变成越来越频繁的跌倒 是啊 对 这个就是我们经常也会 担心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她给自己一个 很棒的一个解决方法 就是她经常会做复健 所以她每一天在她的FV上面 她的专业上面 每一天会唱歌 每一天会写文章 给关心她的朋友 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很好向前走 不看她自己的一个蛮好的方法 是 仔细你自己会为自己的未来担心吗 自己的身体状况 会觉得害怕吗 其实 因为我有去现场听过 李克胡子的演讲 是 那她的演讲内容 给我很大的鼓励 是 就是 她其中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不要在意别人眼光 谁都不是完美的 把握珍惜自己还拥有的 所以 我现在也是用同样的心情 虽然我的疾病会恶化 那 可是就像那 当初在医院 那两位弟兄姐妹给我的鼓励 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忧虑 一天的忧虑 一天的忧虑就够了 但你现在如果透过信仰的角度 来看你这一路走来 怎么样的辛苦 可是现在有很多人的爱跟关心在你身上 是 的确就是 是在生活中会因为疾病带给我很大的方便 对 但是我现在如果往后看 我反而会感恩 我小时候经历过这样的成长过程 因为 反而 我现在 会因为这样的自主 会努力去克服 生活中的种种困难 是 是 真的很不简单 你最后还没有些话想要跟我们观众朋友来做分享 希望藉由我的生命的分享 然后 跟大家一起勉励 把我当下真实拥有 每个人都不容易 我们一起努力 上帝祝福你们 每个人都不容易 但是我们一起努力 真的 牧师有没有什么话特别想跟子妻说 我今天这个机会 非常 爱能够创造许许多多的奇迹 那 那个源头就是 上帝很爱我们每一个人 上帝很看重我们每一个人 不管他是软弱的 不管是他有什么样的需要 上帝一定都会扶持 那家很重要 子妻好像看来好像 没有爷爷奶奶没有家人 你有爸爸妈妈 对 所以但是 就是教会带给他 他什么都有 有很多的爷爷 很多的奶奶 很多的哥哥 很多的姐姐 很多的叔叔跟伯伯 我想我们就是一家人 这个就是教会的心意 真的是很多人的爱 是 满足了你从小 爸爸妈妈不在身边的遗憾 或爷爷奶奶 即使爱你 但是不知道怎么表达 那个缺口 今天非常谢谢牧师陪子妻 一起来到节目当中分享 而且我觉得真的 刚才牧师讲说 爱真的是 那个力量之大 其实我们是难以想象的 然后子妻也说 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容易 但是我们一起努力 我觉得这话正天然 我们觉得很感动 尤其今天子妻这样的身体状况 坐在这边跟我们做这样的分享 你都已经能够这样环倒四次了 对不对 激励很多人 我们也要更努力更加油 谢谢 羡慕谢谢自己 神迹对许多人的生命来说 是一次特别的经历 但是对基督徒来说 神迹则是上帝在我们一生当中 工作的痕迹 亲爱的朋友 你有参加过生前告别式吗 通常生前告别式都是当事者 有觉察到自己可能罹患重病 时日不多 招聚所有的亲朋好友 一起以自己所想要的方式 来主导的一场告别式 在生前发生 通常生前告别式都是极为难过的 因为所有去的朋友知道 这位在眼前的朋友 即将不久人世 在今天我们听见此集的分享 我觉得在听他的生命见证 就好像在看一个活活的 生前告别式 为什么这样说呢 很多时候我们总以为 告别式指的是一个 特定的死亡日期的来临 我们却不知道 原来每一个人的每一天 除非你是蓄意刻意的 否则我们不会知道 自己哪一天即将要离开 但我们都知道我们会离开 上帝给子齐看起来是一个很大的艰难 就是小脑萎缩症 但是上帝也给子齐 有你我所没有 那个对于生命必然到最终终点 越来越无能为力的真实 那个真实对很多人来说是 自暴自弃的开始 他提供了所有自暴自弃的理由 是的 曾经子齐也这样看待自己的生命 但是当他遇见耶稣基督 当他的生命被款待被爱 他知道原来 让他可以继续往前走 不是那一个死亡跟小脑萎缩症 不能改变的现实在等候他 而是这个背后有那一位 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 每一个基督徒 上帝把我们造在这个世上 都是别人云彩的见证 就像是子齐 当我们觉得好可惜 他怎么是小脑萎缩症 但你知道吗 他有着你我所没有的经历 他有四次环倒 透过这一个不断不断往前走的行动 他要帮助跟他一样的病友鼓励他们 但是他的行动不只是鼓励了病友 也鼓励了我们重新去想想 为什么我活着好像不会死一样 为什么我活着好像明天 也跟我的今天要一样呢 如果耶稣基督今天就接我见他的面 我预备好了吗 子齐不断地预备他自己 不是因为有一个悲哀的死亡在等候他 而是那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的盼望激励他 有盼望往前走 弟兄姐妹我们的盼望不是盼望死亡 而是知道死亡不会使我们与上帝隔绝 上帝的爱要激励我们 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全能要成为我们的帮助 你被什么害怕和恐惧挟制吗 在今天我们看到子齐 经历上帝给他的勇气 深愿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 以他的全能激励我们的心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 我的生命可能正被这医生诊断出来的结果所震撼 可能正被经济和财务的重担压得力不能生 可能正被感情的破碎所压得 不知道明天该如何面对 亲爱的主你如何帮助子齐 有力量的 用一点点一点点仅存的力量往前踏步 往前活着 求你用耶稣基督的复活 那个盼望也成为我们众人的力量 让我们不被这些无法改变的难处 暂时无法改变的难处所压垮 而把我们的眼光放在基督的全能 也让我们因此经历到 你是那一位使我重新站立起来的上帝 神愿你复活的大能充满我们的心 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亲爱的朋友 深愿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 就在今天充满你的生命 时光不停留 时光不停留 没有梦却对你的思念 已经到从前 我们回到从前 只是人是一切被 说声尊重再见 如果这就是缘 就让我们珍惜这半年 说声尊重再见 如果这就是缘 就让我们珍惜这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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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